在一片淋漓的秋色中 我又回到了曾经留学和生活过十年的地方巴黎 这是为了即将来临的中法文化年 也为了重温这十年岁月 在我心中留下的一个梦 寻访巴黎的故地旧友 以此展现法国社会的一切侧面 巴黎华人的生存状态如何 异国他乡的生活环境怎样 肯定是令人关心的问题 我的三位中国朋友的现状 也许可以反映海外华人生活的某些片段 我第一个见到的是画家隐心 他老兄近年发展不错 不知从哪里弄了一辆美军军用机普车 艺术家们喜欢标新立异 本是平常事 开一辆老军车也不足为怪 这就是红楼太多了 这一辆海外华人还都能有啊 1944年 没管要知道了 去年他在巴黎近郊 买了一处一千多平米的旧厂房 改做画室 我这是去他的画室参观 前面这幢楼就是隐心的画室 前面这幢楼就是隐心的画室 这些画室大得有点空旷 让人伸出一番惊非悉悲的感慨 这些画都是他在旧工厂的 在三四个月当中画出来的 过些日子就要展出 画的内容有点搞笑 把西方历史上的名画 改画上一些中国人物 用学术界一个时髦的词 叫做戏访 游戏的模仿 这位老头你是想象的呢 是不是还是有一些什么 有一些什么原作可以跟你看看 你说是这个老头就把它画成那种 就是那种以前的明清的那种 那种发型的 一旦带了戏子就比较自由而好玩了 外国的人物场景变成了中国的人物场景 外国盛世变成了中国朝廷官员 异国少年成了有点像隐兴自己的前清少年 我问隐兴怎么想到这样画的 其实画这些画呢 从另外一种感觉上是一种享受 因为本身就是很喜欢这些艺术家 然后呢现在等于是一边画一边在享受 一边在感觉 所以我觉得这是个很有意思 你这些画对西方人来说 会有一些比较一些特殊的感觉 因为这些画他们都很熟悉的 然后你把它换成一个中国人的形象 他们会有一种感觉很 其实我那个《请标》是这一张 是《提香》这张画 然后这个《女裸体》 也是一个满清的那种男的造型 这个我就问别人第一感觉什么感觉 他们说 我说是提香的还是中国人 是当然中国人 但是好像感觉什么地方 我们都能感觉到 但是当然是中国人了 对 我在这里工作 尹辛平常就一个人 在这里拼命画画 孤独地享受着 音乐是他的陪伴 我认识尹辛是1997年 我们俩都住在巴黎国际艺术城的时候 那时他在巴黎的画家生涯 还刚刚打开局面 最近这些年 他在欧洲 香港 美国办展览 作品在收藏界颇受欢迎 在巴黎 满大街都是艺术家 但真正靠自己的画谋生的不多 这些年隐心最感自豪的 是他一直在不停地画画 并靠画画养活自己 用米饭或者面包 米饭 米饭 一个人的日子过惯了 做饭做菜 也跟画画一样熟练 这个是 下午去隐心在巴黎市区的家看看 一个人住一大套公寓 房租不菲 我说他有些奢侈 但他说在巴黎要社交 必须要有一套像样的房子 有好几本画册 像你看这个意大利 隐心的画不那么细扣局 有些受到罗马壁画的影响 是庞背吗 有点是庞背的 这种红颜色 多漂亮 多漂亮 隐心的人生经历也很曲折丰富 他生于新疆最西边的卡什 先在新疆师大上学 后又去西安美食学院版画系学习 毕业后去过澳洲 香港台湾 最后定居巴黎 刚来巴黎的时候也是很困难 住在顶楼小房间 但他头脑清醒 坚持画画 隐心还懂得利用网络 做了一个自己的网站 隐心的画展开幕那天 我去的时候天已经黑下来 这是巴黎六区老街区的一家画廊 门口边上是一个剧场 画廊空间还不小 上下三层 同样一批画 挂到画廊里 跟放在画室里感觉不一样 画家的朋友 收藏家 普通的观览者 和潜在的买主 鸡鸡一堂 画家西装革履 谈笑风生 这便是一个巴黎画展开幕式的典型景象 第二位朋友 王伦岳 与隐心不一样 是一位枝枝读书的书生 王伦岳是我外语学院 玩几届的校友 来法国十多年 一直在做学问 他先考过了中等教师资格 在法国中学历教书 最近考过了高等教师资格 在法国高等师范学院 里养分校教汉学 巴黎高师 是法国最名牌的学校之一 高师那一通法国有四家 在高师系统里面 我们唯一就有中文系的 就是说回律论 他们有教中文 但是他们没有正式的 就是说副教授以上的这种教师 没有 所以我们唯一在法国 在高师系统里面 培养未来的高级韩学人才 这样一个学校吧 记得两门 上两门课 主要是两门课 那一门呢就是讲中国这些史 那么今年呢 我是以乳学和新乳学为主 回忆起那次全国高等教师资格会考 王兄苦不堪言 考试呢一共 我当初考的就考了五天 最长的呢 比如说小法文的作文和中文的作文 考了七个小时 就是说吃饭啊 什么都有在里面 在里面吃 那你是在什么地区呢 非常那个 带一个巧克力啊 就是说比较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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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得住的 对啊 那么这个考试呢 不光是一种 怎么讲呢 智力的测试 还是一个体力的折磨 最主要的 体力的折磨 我看那个有关科技的书里 很多人 垫的那个洋主 洋主呢 为了 因为那个 烤棚里面有时候 没有挡风的 挡领的 那么很多是用身体 去捍卫这个 考卷 所以 因为这个 万一洋主 垫在这个 试卷上面的话 那就一切都完了 所以 疼血啊 很多次 这个 这个 所以我在考 考那个 啊 就想到这一些 中国古人的这种 科举的历史啊 当然 刚好兴趣 也很促瞧 这个科举 也正是这一 那一年 我考法文作文的 一个题目 就是讲宋朝 科举的一些 改革去 中国已废除了科举制 没想到王兄 在法国 经收了一次洋科举 不过科举制 还是更多正面意义 事实上 科举呢 就是像国外 西方国家的一些 包括 特别是英国刚开始 法国的公务员考试 其实都是 完全是中国 科举的 模式 对对对 包括今天我们下午 你看王兄那么瘦 八成是杨科举害的 当然也要怪王兄自己 他已经拿到了一个博士 现在又要读第二个博士 九三年做了第一个博士 就法国文学的 另外篇一些符号学 到明年呢 准备再出第二篇 那个博士论文学 这一次呢是有关汉学的 你看中国人有很多人 一个博士都拿不到 你是拿两个博士 拿两个博士 这个是读书 读读读读读读 当然其实第二个博士的话 对我的事业来讲 并不是特别重要 因为 不过王伦岳在法国教汉学 弘扬中国文化 我是全力支持的 尤其今天 法国人学中文越来越多 现在的话 比如像东方语言学院的学生 已经有1600个人了 这不得了的 在欧洲的话 中文系里边 规模可能是最大的 第三位朋友 徐广存先生 原先就在东方语言学院 教中文 现在退休在家 进了徐先生的家 到处都堆满了书 我与徐先生 是以书会友 是通过书做媒介认识的 徐先生 挚爱中国文化 一直努力 畅扬中国文化的价值 但是它是有个协和 这个东西 这个是很了不起的 嗯 它这个中和 你 喜怒爱乐 之未发为之中啊 你在里头呢 出席 发二階重解 为之和呢 为之和呢 孔子讲这个人呢 他是二人 两个人的关系 对对 嗯 他讲两人的关系的时候 他就 就是和 徐先生对古文字 有精深的研究 就是 德呢 本身这个字 是这个字 他是一个双铃人 双铃人 在这文字里面 都是一 就是行 就是街 就是行呢 就是它是个石的路 德呢 上面它是个眼睛 后来加了个心 就是你走路的时候 你应该眼睛看 你走的是对不对 走走 这是德 嗯 徐先生 年轻时去了台湾 后去了美国 最后来到法国 他在四十岁时候 回大陆山东老家 娶了一位叫南茵的姑娘 成就了一个美满家庭 76年回家 就三十年以后 我跟我母亲呢 三十年没有见你 我母亲看到我 当然她说 怎么这么大了 你自己还是一个人 还是一个人 是是 你不结婚啊 我死也不明目 哎呦呦 所以当然很严重了 对很严重了 所以这就是 她很悲伤 就是说 四十多岁 说孩子啊 难道说 咱们就没人喜了吗 对对对 我们的喜就是 没人喜欢了 没人喜了 我母亲就说 那你不知道怎么选择 我给你选一个 我母亲 我父亲 就看着我这个 现在就蓝莹了 我这个远方的表妹啊 对对 所以我母亲呢 她 她来的时候 蓝莹到我们家来的时候呢 就是 我母亲就问 给我告诉我说 你看看你这个表妹不错的 平头正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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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头正脸就是长的 可以说 其实很端庄 很端正 很端端 知道个起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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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知道礼貌 知道起座 知道起座 什么时候起来 什么时候应该坐下 这个 还有一个呢 她的 更观察的更仔细 她说 你去参观的时候 我留她跟我在一个屋里睡觉 她也不打呼 也不咬牙 生活细节 也不说梦话 这几个条件呢 平头正脸 知道起座 不打呼 不说梦 这都成她观察的 那是 蓝衣虽然不是字 但非常贤惠 相夫教主 四个孩子都很有出息 我是播种书记给她排好 就是徐伯刚 徐仲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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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书健 徐一美 这是蓝衣的事 蓝衣对对对对 老大呢 就是她 老二呢 今年考了那个 还高了上她了 那很好 那很好 徐先生夫妇 为了孩子受良好的教育 他们是择地而居 把家安在巴黎第五区 就是巴黎索邦大学所在的拉丁区 在这个区 有巴黎最好的两所中学 亨利四世中学 和路易大王中学 说话间蓝衣从外边回来 他这个路跑的时候呢 你就是 你去送那个绣 绣花跟一起来 对我去接人家 做这个手工的绣花的 做手工的 做手工的 这就是个虾毛碰个死老鼠 不是 你说虾毛碰个死老鼠的话 还是说 得到了猎物 因为我这根本就没有猎过 这 蓝衣的故事 也传到了巴黎市政府的有关部门 前些时候 蓝衣被巴黎市政府授予良母奖 这是良母奖 证书和勋章 巴黎市长迪贝利先生 亲自为蓝衣受奖 巴黎的中文报刊 也报道了蓝衣的故事 徐先生没有来过杭州 但对杭州的美非常神亡 他这个灵衣寺的西湖全景 现在那个时候都会造得这么全的一个 对 那个树你看就是都是平的 就是啊 这个是华侨范景是最高的 都是平的 现在全是高楼了 现在 当时整个行程都是平屋绿树 令我感慨不已 我现在住在西湖边上 你就住在西湖边上 对对对对 所以我回国也是有很大的原因 西湖边上 徐先生一时兴起 顺口念出了昆句 白蛇传宗 赞美杭州的一段念白 对 那真是美了 这这个 立缺了峨眉到江南 人世间经有这样美丽的湖山 哎呦 这一旁宝树塔倒影在波光里面 对 那一旁好楼台紧绑着三坛 哎呦 三坛一边 苏题上杨柳思把船儿清完 哎呦 你的决心没讲 颤风中桃李花似切春寒 临别时 我邀请徐先生夫妇早日来杭州一游 祝了 祝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